新港國中白球隊成軍 第第四年的時間 就成功拿到全國比賽任務局 球隊頭一次進軍全國比賽 到連時特別邀請到 中華蘇大球員來拍攝連攝 希望自由體勝訓練強度 強化選手的比陣總統 新港國中白球隊成軍 只有第第四年的時間 就成功拿到全國比賽問票 創下好數紀錄 球隊終於在後禮拜 在中華台海領戰隊手 挑戰隊輸的最佳成績 副賽打完 就覺得順著這股氣勢 直接往決賽邁進 然後在這三年也努力了很久 所以希望這次決賽進去 可以拿一個最好的成績回學校 私立合我 白球隊的主力叫完都是一半生 剛才連球的時間比較多 還要建國割業 但是叫完也堅持結束練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兩種都很重要 可以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兩個部分 都是我想要去打拼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兩邊都會想辦法把它做到最好 人家還在玩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花時間去看一點書 因為在學校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給你看 因為很多時間都人家已經放學了 你可能會留下來練球之類的 就是要比別人更努力 今年各種年齋受到日常的影響 所以要如何保持救援的手感 相對領救的關係 有 首先我們有邀請到張師大的學生們 就是公開一起張師大的學生們 來跟我們做對抗 所謂的對抗賽 在這段期間裡面迅速 就是對孩子來說是一種增強他們的對戰能力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從大學生身上去學習到他們所謂的經驗跟他們的球技 針對我們自己在比賽 在南區複賽所發生的問題 甚至於缺點 那也有在請大學生模擬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然後去製造各種 我們在南區所有的問題裡面的小失誤去做調整 南區學生的打算 三禮拜之後 全國比賽就要開始 九年也特別找中華四代的選手 來跟新港國中的球員對連 增加對戰的強度 排球隊除了教練之外 也要有家長的支持 尤其是家長後援會 那我們柯鴻坤 柯村長特別也是家長後援會的一個領導者 在排球隊需要 不管是需要經費 需要人力 需要物力的時候 我們的村長真的相當的挺學校 挺排球隊 這是新港國中排球隊成軍以來 第一次進軍全國比賽 最近新港的小孩 打到堅定的腳步 要領著來自全國國的排球好處 現在今天每一部都是紀錄 家長也還有學校的事長 也都是新港排球隊尚改建強的效盾 大中華新聞 葉鳳梧 新港 蔡芳博德